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Talk,我是Debbie 在我身邊,今天請來來訪的林鴻文Thomas Thomas,歡迎你 你好 為何請Thomas來呢? 因為見到很多網友,甚至很多香港人 最近熱門話題,我想都是海外買樓 由於你在這方面,相當有經驗 以及很熟悉市場狀況 所以今天,你跟我們分享多一點 究竟現在發生甚麼事 以及大家覺得最熱門的投資地方的情報分享 好嗎?Thomas? 好 因為我之前都看了很多的調查 我想過去大家都知道發生甚麼事 去年年中開始社會運動 然後疫情爆發等等 然後香港也出現了一些政治的爭議 令到很多香港人開始想 究竟我們最近多了錢的話 是否值得放一些在海外做投資呢? Thomas,因應過去半年鬆一點的發展 其實是否真的觀察到相關的 即是新聞程度都挺熱烈的? 我想啦 容許我先說一些歷史 其實我們由80年代開始 已經由第一波的移民潮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香港人叫做移居海外 但當時以中產或以上為主 當時主要是去哪裡呢? 是去英國、美國、澳洲和加拿大 這四個比較熱門的 其實由80年代開始 很多人都喜歡在這些地方移民 到慢慢變成就說 不是,我還在物業投資 這件事一直都持續的 是沒有停過的 只不過是量的多和少的意思 但去到近這幾年 尤其是最近五年 你發現了一件事就是 香港樓價越來越貴 貴到很多香港人都覺得 我香港尤其是年輕的部分 我哪裏買得起 當時多了很多叫做日本 如果你記得的 有東南亞那類 新興市場 新興市場一類 甚至今天 例如是泰國、柬埔寨、越南、馬來西亞 都很多人問 很熱門的 都說到國內的大灣區 亦都很多人去看 但始終傳統四大區域 四大市場仍然都很受追捧 尤其是早前也試過一段時間 例如澳洲紙和英鎊 尤其是英鎊脫歐之後 跌得很急 其實基本上都跌得很多 下一段時間 不過現在加幣都很便宜 所以變了很多人 其實都很集中 去海外市場去看 尤其是近這幾年 有部份的香港人 想著會不會 因為有手衛運動 也有疫情那樣的東西 想著會不會有機會 去移居外地 或者是 不是呀 可不可以不是全部錢 但是香港呢 做一些海外投資 或者小朋友過去讀書 所以你見到 英國是比較受歡迎的 因為我之前見到有些調查 譬如很多移民的機構 都做調查 如果香港人現在 其實都是過去幾個月做的 最深移的地方 其實是哪些呢 其實某程度上 都反映到 他們想去哪裡買樓 第一 都一定是通常是英國 佔了超過70% 接著就會是澳洲 接著見到是亞洲 加拿大 英國 歐洲 即是如你所說 其實排名都差不多 但剛才我見到跟你聊天 你一坐下的時候 談談假 你說不是呀 現在原來有些年輕化的趨勢 跟以前就有少少不同 我想如果你說 傳統上去得以四大區 譬如很多時都在中產華爾上去買樓 因為入場費都比較貴 但近年你看到 除了倫敦以外 都很多新本推出 入場費相對比以前便宜了很多 甚至乎有些二三八萬港幣 入場都有 說一些正常水平的那些 所以你看到近這幾個月 尤其是水運動打後 有部份一些叫做年輕夫婦 我在想會不會有機會 小朋友去讀書 甚至乎有其他的投資考慮 所以多了一批我們叫做三十多歲一類 看到其實他們都對一些叫做英國樓 甚至乎一些海外物業 他們的興趣比以前多了 OK 我想英國這方面 即投資或者選哪個區 要考慮什麼因素 最多是比較 即我身邊都很多朋友 其實有很多的問題 不過有時我們要分開 如果我們移民過去 可能想一些方向就不同了 我融入到那裡的生活 我是否能夠維持到我的生活 我的生計 但以投資角度 有很多時你就會想 當地的經濟行不行 樓價是否能上升 又涉及甚麼風險 Tomas 我知道英國這個地方 雖然很多香港人非常熟悉 但說真的 在Brisis 脫鉤問題 加上疫情的打擊下 其實英國的樓價 甚至經濟的打擊是相當大 我們只看GDP 在5月頭2至5月下跌19% 樓價最近開始 我看到連續四個月回落 作為一個投資者的心態 其實這些是否需要擔心 我想如果你說買了海外樓 包括英國樓 我想就不能短炒 我想全世界要短炒樓 只有香港和大灣區 其他地方都短炒不了 我相信 尤其是買得英國樓的一類 起碼要看5年以上 尤其是英國也要脫鉤 整個歐洲經濟好一點 其實都是只剩下英國和德國 其他地方都是一般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投資在歐洲這方面 其實你要的心態上 已經覺得是要中長線以上 即是5年以上 如果你說普通香港人在英國買樓 通常都是買新樓為主 而新樓基本上都是留花的 基本上可能留花一年到兩三年都有 所以在投資上一定要是中長線 不能看短線 但有個好處的 就是樓價公佈了脫鉤之後 其實跌幅沒有預期那麼多 但英鎊就跌了很多 英鎊其實由高位到現在 可能跌了兩成以上 最高的時候可能剩下八個多 對港資很低 現在回到九個多 所以這裡仍然有吸引性 所以你為什麼看到 長期來說我都覺得有信心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回香港和國內很多公司 先不要說一般市民 很多公司客人 其實在倫敦那邊 是買了很多大型的寫字樓 由幾十億到過百億都有 其實在整個倫敦 我們叫做CBD的範圍 甚至乎一些的申請區域 其實很多漂亮的甲級寫字樓 都賣了給香港或者中資企業 其實如果他不看好他都不會買 我覺得奇怪 在一個Britz的情況下 倫敦其中一個金融中心的地位 有感覺動搖的危機 但為什麼這麼多錢都依然看好 寫字樓市場邊商 其實商業投資應該有信心才會這樣做 我想傳統上其實英國的甲級寫字樓 都是一些大財團或者英資的基金 或者是一些業主持有 其實他們基本上一般是不會賣的 亦都是因為剛好有這個脫鉤 亦都有疫情的關係 變了之前他們那段時間就不如賣吧 而今晚亦都有這麼多亞洲賣家 願意去接貨 尤其是港資來講 即是香港的資金 你都知道之前樓價炒得這麼貴 你寫字樓在香港 同一個價錢 原來你可以在英國 在香港買一層而已 原來在英國 原來可以買一棟的 立刻覺得挺好的 覺得已經完全過了 和他們做投資 因為租金回報率 英國來講相對地叫合理 和也都是一些租約比較長的 所以他們如果看中長線的話 我想是一個叫做分散資產投資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你提到投資英國樓 你也提到一個因素就是英鎊 但我記得之前都有跟進過 譬如你之前的一些講法 或者在外面跟別人分析 其實你提到 如果大家只是想著用英鎊這個理由 貴還是便宜理由 去做一個長線投資 其實有時會左右了你 應不應該入市那樣東西 我想最主要的情況 就是我經常都說 這個當成資產配置之下 你要先想想自己的收入是哪裡來 例如大部分香港人我都是打工的 都是收港幣為主 如果英鎊是便宜的 我們買樓的成本便便宜 但如果我例如說 大部分的通常你做按揭 都是做英鎊按揭的 你出租都是租給英國人的 你收到是收英鎊 所以變成那邊的匯率影響性 就沒有這麼大了 而如果你是作一個長線投資的 如果未來英國的經濟 在斷口一段時間 可能會好回來 或者是英鎊會升回來的時候 那你在英鎊的匯率 便有機會賺到錢 如果你始終都是用回 變回港幣的話 還有成交期 其實是否也有 譬如說你不會是這一刻的 英鎊便宜 其實是一次過一筆過給了 就是因為涉及非常長年期的 所以其實你未來幾年 你沒有理由看到 未來五、六年的英鎊的走勢 是否真的看得這麼清楚 變相現在這一刻 我想 只是現在英鎊便宜 我就想 究竟應不應該買 是會不會 令到我決定投不投資 這件事 是會做了錯的決定 我想如果單純投資 就不用這麼擔心 因為通常如果你說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買一手樓為主 那樓花通常你連按揭 可能都是給三成左右 變相你在過去未來的一年 或者兩年內你就給了三成的錢 所以如果我相信 尤其是英國脫鉤的影響 即是買家的疫情 未來一、兩年 其實英鎊不會說很高 所以你前期給依不首期 如果之後英鎊有升 其實我想在匯率方面 也可以叫做有機會賺到錢 你提到就是買一手樓方面 又或者最近 為何我們說這麼多英國樓 因為最近英國買一手樓 或者首次買家 突然間有一個限時有為 早前政府突然間提到 可能是想刺激英國的房地產市場 怕接下來有些震盪 於是他就宣佈 今年7月8日開始 去到明年3月31日為止 如果首次買家去買樓的話 其實印花稅在50萬英鎊樓下 就不用給了 即是零 其實Thomas這個一出之後 其實在香港本地市場 買家的新聞量有沒有多了很多 然後又沒有機會 真的長期地一直刺激 將購買力快些 遷前了 大家要快些決定 我想在英國政府推出一些 叫自己的樓市的方案 就很快的 是我們香港政府 很快的 在這方面 如果你記得 其實幾年前 他們都擔心很多海外買家 因為當時很多海外買家 都是以國內 內地 香港 和新加坡 和印度為主 當時很多買家 對英國人來說 都炒起了倫敦的樓市 所以當時 他們有些類似香港的BSD 就是200萬英鎊以上 其實要另外多比15% 好了 因為現在有疫情關係 英國政府也看到 可能為本地的需求 或者購買力 會不會沒有那麼好 希望借助海外那邊的 那個力量 但是有一個情形 就是影響性未必真的 做到這麼大的原因 大部份的一手樓 其實基本上 那個樓花期 是超過一年的 甚至乎是兩年的 所以不是有這麼多 簡單來說 不是有這麼多即食的樓 你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 可以叫做成交道 除非你是二手樓 但有個問題 就是在這段時間 我們都過不了去 看不到樓 就算有 你可能變相 自己如果 你真的過不了去 有沒有出息朋友那邊 就很危險的 你沒有可能隔山賣牛 看著網站 或者看著所有的東西 都幾百萬 你就不會拍板 所以我想 長期來說 是有個正面因素 或者是有個優勢在這裡 但是你說會不會 就是因為這個政策 而令到當地樓市 立即會反彈回升呢 我覺得又未必 有時候我們選擇英國那邊的樓 大家通常第一都會想 如果真的有興趣投資 我當然是買最好的地段 就是地位 永遠都是想倫敦 當然是 又或者倫敦市中心 不過Thomas 我想很多都知道 那裡炒得很貴 如果你說看 只是倫敦那一區 幾個洞 現在房地產的投資回報 根據一些研究機構 其實分野已經都幾大 比較核心的 我看到最新的反映大概有4厘 然後一路排出去 Zone 2、Zone 3 或者是郊區的 其實一路慢慢下跌 就去到2、3厘 其實都已經有出現 其實在這樣的配置 如果我真的想買來 我不是自住的 我真的想做收租的話 其實只計倫敦地段的話 其實怎樣選擇 我想最重要是看自己的袋 有幾個前線 因為如果你說看倫敦 普遍來說 租金回報率 我想大約是3厘半到5厘半之間 看看不同的區域或者不同的樓宇質素 或者不同的樓宇質素 通常二手樓的回報率會高一些 還有你知道如果你說新樓 好像香港那樣 新樓是一些延室那類 那你給管理費 那你扣完管理費 減了稅 那你的回報率又不會再低一些 低一些 我想這個情形就是要看自己 為什麼我就說 你看你有多少錢 原因就是大家知道 我買東南亞 香港人的購買力 當然是買最漂亮的位置 但倫敦來說 其實你就要看看 自己的購買力有多強 原因是你說 在宋溫那些漂亮的地段 其實很普遍 其實都說起碼 一千磅 每一呎起跳 過千萬磅 過一萬元呎 過一萬元呎 對香港來說 可能覺得便宜 因為中溫都一萬六七元呎 但是有些再亮一點的地段 可能就去到比較核心的 可能就跳到 叫做二千磅一呎 就是那兩萬元港幣一呎 變成你買的時候 不像香港那樣 可能就變成像香港那樣 你不可以買很大面積的 可能買一些很小的面積 這個會有一個影響性在那裡 還有那邊我想 有一點點不同的 就是香港我們叫上面積 英國很多時候都是叫一些 Useable Area 我們叫可用面積 可用面積 但是在外國不同香港 我們習慣了香港五百呎 都是兩間房間給你 是的 但是通常可能他們一房 已經是六百呎 已經是六百呎 所以本身在面積上 會有一點點不同 還有一些月薪的樓盤 因為可能赤價比較貴 它就會傾向香港那一類 面積相對地會比較小 所以你選擇的時候 就要挑選 究竟你打算一個潛在租客 是租給什麼人呢 例如我是打算買一些近金融區 那可能你買一個一房就夠了 因為可能都是那些單身人士 就是金屍著碼頭 那些可能你買一些一房的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想著 不是的 都是給一些叫做倫敦人的小家庭那一類 那可能你就買兩房 但是如果你說普通投資的 我就不建議三方玩以上 除非你說真的有一些很有錢的富豪 你說我買一些豪宅來收租 那是沒問題的 為什麼呢?三方以上的需求是很多 因為租金回報率相對低一點 還有你租得起 就像香港那樣 你要租三房的那批人 比起兩房一定是少的 所以如果你說單純 從投資角度 又容易出租 又容易叫租 因為香港人最擔心就是 如果我租不出 我要加按揭 很煩的 最重要就是拿到那塊錢 就租租金 就蓋按揭的支出 所以有時候 其實要買那層樓之前 首先要分開 究竟我是以投資為主導 還是 其實我們都想著 有機會是自住的 對於你選擇哪一個地區 是很大的影響 好嗎? 我想是的 因為如果你說始終是 第一區一定是最好的區域 我想普通人 一般香港人 其實未必買到一個很大面積的 因為始終是入場費貴 可能你普遍來說 起碼都60萬英鎊 即是600萬港幣起跳 買得很小的面積 好像香港那樣 但如果你跳到第二區 或者第三區 你就有機會 可能面積會買大一點 這個價錢 可能跳到700呎 或者800呎 你會買得到 所以這個情況下 你就要想 如果將來有機會 你是有自住用途 甚至乎現在很多人買完 就說 將來會不會小朋友讀書呢 有機會 如果你要考慮這件事的時候 就未必真的說 要去挑選第一區 可能第二、三區都有機會 另外就是有部分人 可能會擔心 未來英國脫歐 會不會有很多叫做金融業的人士 他不會外流 不住那裏 就像香港那樣 如果你擔心金融業是有問題的 那些人基本上就少租了中半山 但如果你買一些類似民生區 例如將軍澳 例如你買香港的漬魚沖 那邊要將軍澳 那邊的將軍澳 那邊的將軍澳 即是你去到 例如將軍澳 將軍澳 即是第二區、第三區 周邊有很多東西選擇 我想看回自己的需求 其實除了倫敦以外 我發覺最近這幾個月 多了人討論 就是倫敦以外的一些地區 有些身邊的朋友都說 如果小朋友接下來要讀書 我們都想著去的 未必選擇倫敦 也未必能支援 或者讀書的環境也未必是最好 變成開始在想第二 例如剛才跟你談的 你讀書的地方 Sheffield 或者其他 例如Manchester 也對最近比較多香港人討論 好像想打造倫敦2.0 Thomas 如果我們看整個倫敦 或者以外郊區 或者其他城市的地圖 其實現在摸回其他地區的樓價 其實已經開始反映熱設程度了嗎 我想 我們只是說英格蘭 說回它的範圍 其實倫敦以外 近這幾年都很多買家 或者很多投資者都注意 因為有些人讀書 移民或者純投資 我想簡單來說 分兩批 一批就是和經濟活動多些 例如現在在倫敦西面 有個地方叫Wedding Wedding都有大學 但是近年它多了很多叫做科研機構 所以變了他們的住宅需求 已經大了很多 白鳴漢 Bamingham 和曼城 曼城 其實都是英國的大城市 經濟活動都挺強的 所以變成這些 基本上都是叫做一些熱點 現在這些地方 我想如果以新樓計 入場費大約是400英鎊起跳 每一呎 即是四千元呎 即是回香港20年前的水平 四千元呎 起跳也有得買的 新樓 而另外一批 另外一類 我們就叫做類似大學城 例如你講 Chambridge Oshford 這類就是很多傳統的大學 而你要想租給的人 是甚麼人 學生為主 他們現在大約起跳 是五六百英鎊一呎 即是五六千元呎的起跳 所以你就要選擇 究竟你想買一些 和經濟活動多些有關的城市 還是買一些叫做大學 或者給學生的城市為主 我們自己公司在英國那邊 疫情前都有些研究做過 因為倫敦過去幾年的樓市 或者過去十年 其實升幅比較多 非倫敦其實升幅相對比較慢 所以如果你說在疫情和脫歐的影響下 有機會其實一些叫做非倫敦的住宅物業 有機會跑讓倫敦出席 追上來 你當作追落後 除了英國有多人討論 另一個熱點 就是剛才提及過 澳洲其實也有多人說 我想不知道關不關 之前亦都有少少開始 例如Visa的放寬 或者延長之後 就更多人開始留意 雖然好像都沒有甚麼直接關係 但如果在澳洲做物業投資方面 我都留意到那邊 譬如樓價各樣 雖然你說經歷了那麼多問題 其實它都算硬正 澳洲其實相對地 就試過上上落落 一段時間的 因為早兩年也都試過 因為供應量太多 還有就是澳洲政府也都改了政策 因為現在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說是海外人士的 不是澳洲籍的 你在澳洲買樓其實都只可以買新樓的 也都未必在當地銀行借到錢 所以變成在這些限制之下 當時其實那個樓價 在很多城市 例如在Sydney 在Melbourne 這些其實它們都可能跌了15% 在短時間內 但是去到近一年半再 澳洲之前也都跌了很多 大家都發現到原來都找到一些其他渠道 可以做到融資 去買到 或者做按揭 所以變成澳洲的樓價 在近這幾個月就叫做平穩 不過你要留意 其實澳洲之前也試過生火 最近也有疫情 所以我想也要小心之後 那個不穩定性因素 還有稅行 因為澳洲不同城市 不同地區 其實都有幾多不同的稅款 稅行在那裡 所以要留意清楚 不過很多人來來去說 現在澳洲都是Sydney Melbourne 但開始發現 又是好像英國的想法 大家開始尋找 核心最多人說的城市以外的地區 例如以前會覺得 Perth很悶 又或者其他地區 例如Brisbane 比較少人想去 但亦都發覺到 原來平均的樓價 好像相對低水 這些位置 是否也有些直播空間的地方 我想很多人現在看 會不會去帕斯 達二汶 黃金海岸 都有人說 但你要留意 其實他們的租金回報率 其實在澳洲 都去到4.5厘到6厘之間 但我的情形就是 如果你在一些 叫做suburban 我們叫做半郊區的地方 這類的供應量 可能會比較多 變成你是否那麼容易出租 以及收到租 所以在物業管理和資產管理上 會比較煩 但當然 如果有部份香港買家 會想著 我之後 買suburban 會便宜一些 還有有機會之後 我自己過去住 或者讀書 大家只會傾向在市區 或者叫做郊區 買回一些 因為起碼香港賣不到屋 貴 在那邊可以買一間屋仔 又賣車房 可能那些會 有些部份人會受歡迎 Thomas 如果總結 譬如買家有興趣對於海外樓盤 其實普遍來說 有沒有一些最重要的項目 你覺得是首要考慮 而需要檢查清楚些 我想有幾件事需要注意的 就是土地年期 因為跟他們也有些叫3號和Liz號 跟香港一樣 有些叫永久業權的 還有一些有年期的 所以你要分開 英國有些可能250年 有些好像香港那樣 999年 有些是永久業權的 通常永久業權會賣貴一些 另外最重要 就是因為始終叫隔山賣牛 有些東西其實未必那麼清楚 面積那方面 你就真的要跟中介一邊問得很清楚 還有要找回有順餘的中介 還有最重要是律師樓 因為律師要幫你去查一些叫做 風險因素或者文件上 我舉個例子 很多香港人說 我香港的買樓當然是買海景 我看到維港景 我去到英國舉個例子 我當然想 海景就未必有 因為你要海邊城市 如果不然我想看河景 或者他們叫做混河 但其實英國的混河 很多時候也可能會有一個水浸的問題 有一個floating的問題 其實他們會出一些報告 其實律師可以幫你查得到 或者專業人士可以幫你查得到 究竟這個所謂的混河 以前有沒有出現過一些叫做 氾濫 或者是一些水浸的問題 你就可以看到 原來現在這個物業 和建築那個地方 和試過水浸的地方差距多遠呢 還有它有沒有做過一些防控措施呢 其實這些有影響的 對之後的物業管理和質素 這些未必香港買家有時候不會注意的 我想這些變相 不要只是看景和模型 始終香港賣外國樓 都是看模型看相片 看片為主 所以變了要了解多些 還有最重一點就是 按揭那裏 除非你說真的 你完全是用現金去付的 但通常我都說 如果你做物業投資 那些單純付現金 就不要買磚頭了 不如你去買房地產信奪基金 去買地產股 就不要賣磚頭 所以變成如果你要做按揭 就問清楚 究竟香港有什麼銀行 可以幫你做按揭 因為如果我們大部分的收入 都是港幣 都是香港為主 如果你找當地銀行去做 其實很難做的 還有就算是 其實你都覺得很煩的 所以最好就找回一些 例如香港本身有一些銀行 其實可以成造一些叫做海外物業的 所以你要問清楚 究竟是否做得到 成本有多少 或者是否你本身自身是否借得到 不過現在最近可能經濟有些不一般 其實我們都聽到 有很多譬如成造按揭方面 因為那個股價不足 或者過低的問題 其實到最後的成交可能都做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做測量 或者是真的做股價的 同事可能封了關 出不到去做事 說影響到海外樓盤的股價 是真的嗎 我想如果你說海外樓盤 例如說通常做股值 都是由當地公司去做的 當然疫情會有影響 如果傳統上樓市是升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都不用太擔心 因為你都簽了合同 通常大家都會看過成交價去看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擔心 疫情會不會有影響 我覺得大部分 以我所知 你成做海外物業的按揭 最少要給三至四成出來 其實看你做哪個計劃 你不能去香港只九成 基本上最少最少落三成到四成 可能你就遇充少少 遇充多一成的錢 我想其實已經很安全了 今天謝謝Thomas 跟我們說了這麼多海外馬樓的知識 希望幫到各位網民和讀者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有機會再和你聊天 下星期再見